二名的娱乐大头条 我也叫麦哥 是 我当然就是那个 今年两位宙世的女明星 李文跟周海妹 这两位宙世 是大家猝不及防的宙世 上半年是李文嘛 忽然就走了 那其实前一段时间是周海妹 李文48岁 周海妹57岁 其实都还蛮年轻的 都很年轻 那李文我们有一集讲过了 我今天来讲讲周海妹 因为周海妹最近也火化了 然后大家在看她的这个 北京的顺意的这个别墅 现在讲她的这个财产 可能妈妈继承 兄弟姐妹不要 可能妈妈继承 妈妈年纪也大了 妈妈之后还是给兄弟姐妹 我要讲周海妹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周海妹一般都说 她是演台湾的杨佩佩制作的 倚天屠隆记 周芷若那个角色 声名大照 你现在如果大陆 台湾 香港 华人地区 都是她最棒的 最漂亮的周芷若 其实我要讲 她当时这个角色 原来是不接的 其实为什么 这个来龙去脉是 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看周海妹 不是倚天屠隆记 我们看港剧 像我四五年级看港剧是 那个义不容情 心生无悔 那是当她大红的 TVB的港剧 那那个时候 为什么她其实会来演周芷若呢 其实TVB在八零年代 他们自己 TVB金庸小说最拍最多 就是香港无线电视台 TVB嘛 七零八零九 每个年代都有版本 他们八零年代拍版本 其实周芷若并不是 周芷若是谁 是邓翠文 那个版本其实 有给周海妹 周海妹是港姐 没有选上的 有给周海妹 演一个角色叫什么 杨不悔 还是什么 一个小角色 可是周海妹当时 还没有接受TVB说 你不要演了 你来演那个 刺脚大亨 跟那个吕芳 跟那个刘青云 她就红了 她就没有演那个 倚天屠隆记 她后来是金生无悔 八零年代 九零年代初 金生无悔 跟义不容情 红了以后 当时杨佩佩要做 倚天屠隆记 台版的倚天屠隆记 那你知道 其实你台湾 那时候港剧怎么拍得过 香港金庸这些 梁朝伟刘德华 都拍了那么多了 鹿顶记什么的 杨佩佩当时拍 这个倚天屠隆记 就是要吊钢丝 要把这个外景拉到 因为那个时候大陆 还没有人去大陆拍外景 那你知道香港的外景 都是那个小山坡 小丛林打来打去 杨佩当时把倚天屠隆记 要拉到横贯公路去吊钢丝 所以拍这样的一个 我们台湾横贯公路 那个时候吊钢丝不容易 那个景才漂亮 那个景漂亮 所以倚天屠隆记 当时是以这个为号召 那当时怎么样 找港星 那因为杨佩佩是第一个 把港星 那时候金生无悔 不是刚刚讲的吗 就是义不容情 周海媚 温兆伦 杨佩佩就把温兆伦 周海媚原本人马 还有导演赖水清 全部拉回台湾来 拍了一个末代黄孙 八点档 好 第一个末代黄孙演完以后 周海媚就回香港 回香港本来要演徐克的 这个东方不败 这个东方不败 后来结果岳三菱 就他后来出车祸了 摔坏了 结果后来这个角色 被李嘉欣拿去了 那这个时候杨佩佩要拍第二部 找他原班人马来 就是沿途龙记 周梓若角色寄给他经纪人 可经纪人说不要 他周梓若这个角色 是有反社会倾向 因为他对张无忌恨 爱恨交织 后来不是后来就整个变成 那个帮主 后来就他说 这个有反社会倾向 我们不要接 对形象不好 后来结果是赖水清 这个香港导演 已经在台湾了 又飞回香港去游说他 说这个跟他讲 整个周梓若黑化的过程 然后说我们帮你加戏 让你戏份整个在你身上 这把妹妹才接的 没有想到一接 这个角色不得了了 因为这个剧也红了 《沿途龙记》红了 那当时《灭绝师》 他还是张宾玉有没有 很多演员 是 张无忌是那个马景涛 对 赵无忌是马景涛 然后结果后来很多 这个戏就红了 红了以后周梓若 就变成代表作 代表作后来杨伯若 再要找他跟温兆伦 就是后来他们红了以后 那这个戏里面 还有那个叶童这些 原班人马再来拍 可是后来结果就闹翻了 因为当时后来 因为叶童不能来 要拍这个《今生今世》 又是温兆伦 周海媚 还有以前《图龙记》的叶童 结果后来周海媚来拍 因为不是原班人马 结果后来找了谁呢 另外女主角就是 陈海哥县的老婆叫陈宏 陈宏来拍 可是那时候周海媚 就跟陈宏发生抢戏 然后呢 周海媚有点耍大牌 譬如说戏夹在陈宏身上 她不高兴 第二天早上不接通告 然后妹妹不然大怒 去骂她 两个就翻脸 翻脸之后 周海媚就被杨伯伦封杀了 所以杨伯伦再拍《新龙门客栈》 女主角就变成成红了 所以周海媚跟台湾 这段关系 当然周海媚后来就 本来台湾把她弄 《沿途龙记》弄红了 几部台剧 《党式台剧》红了以后 周海媚再回TVB 后来又一个大闹广昌龙 一个鬼片红 可是后来我跟你讲 她的《红曼姓郎昌》 被揭露出来 是因为她后来跳槽到雅士 去拍《纵横四海》 那时候王晶去雅士 挖了演员 把周海媚挖去 周海媚去拍戏的时候 跟杨公如 雅士的花旦 雅姐 都当女主角 可是周海媚那时候发病了 长了红班姓郎昌有红班 这个剧整个暂停 因为周海媚不能演了 杨公如就把这个事情 告诉媒体 所以周海媚就 红班姓郎昌就被揭露 所以周海媚后来 因为她没有拍戏暂停 她出去什么都 包着跟木乃一样 那你就一直拍 这个时候雅士这个剧 《纵横四海》 周海媚主角 因为她《红班姓郎昌》 暂停了 停了好一段时间 后来迫不得已 找一个替身来演 演背影 演什么 后来这个戏后面是很难 后来是很刻苦拍完的 也就是雅士这个港剧 让周海媚的《红班姓郎昌》 被揭露出来 那志伟呢 志伟的第二名头条是 2023年是很多离婚 对 因为每一年都有 都有银色情侣离婚 但我觉得今年特别多 而且都是很大条 就是闹上新闻版面 而且闹很多天的 那我大概算了一下 就是说全球啦 我们今天这边 当然不可能讲 这23对离婚的 影色情侣 我就挑几对 大家熟悉的 那最近一点呢 当然就是许若萱离婚嘛 那只是说许若萱 他离婚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传一阵子 所以我先讲这个广莫梁子 是在年中发生的 就今年的六月 那在旁边就是他的老公 那你知道他老公 就是这个离婚声明出来之后 大家才知道说 这个老公是冠妻姓 他叫广莫顺 大家才知道说 好特别喔 他的老公是冠妻姓 难怪这个结婚13年 老婆出轨 三次都没有 没有就是离他而去这样 可以冠妻姓喔 对 他就是 他可以选择 是红妻吗 就日本也是红妻的意思吗 应该也不能这么说 他们本来就是可以选择 你要跟着老公 或是跟着老婆 对 好 那因为呢 广莫梁子喔 这个他的第三次 外遇这件事情呢 其实到后来发展 也蛮妙的 因为他外遇的对象 是一个米歇林 那个一星的一个主厨 年纪比他小 长得也是帅帅的 但是也是已婚了 他叫鸟语舟作 那他跟这个人呢 就是认识他们 其实这个鸟语舟作 他后来是说 我很爱他喔 可是我跟他一次面都没有见 他们就是比友 这个年代还会写信 那就是因为广莫梁子写信 给这个鸟语舟作的信 被曝光了 里面都是很像少女 在谈恋爱的那一种情愫 所以这件事情才会爆发出来 那当然大家一定认为说 他跟这个小王嘛 两个人一定有什么样的 发生什么关系啊 或干嘛之类的 但最后这个小王 他是自己有发声明 他讲说 为了这个事情 其实他损失了 这个六千多万的台币的收入 就是等于他包括代言 包括他所有的工作 全部都没有了 然后他太太也不原谅他 但他说那个时候的他 我觉得日本人都好坦白喔 那个时候的我是真的爱 广莫梁子 但现在的我 还是要现实一点 因为我六千多万不见了 所以我要请求我老婆的原谅 那希望就是跟我解约的场上 可以再找我合作 但相较广莫梁子呢 你看他跟这个小王 没有见过面耶 精神上的外遇 但是他觉得他自己 一定是不爱他这个老公了 因为他前面 已经有出轨过两次 那两次就是真的有 干嘛啦这样子 这个只是写写信喔 但他十二天快速的 因为他也因为这样子的事件 就是造成他很多代言 然后要拍的戏全部中断 那也让经纪公司的股价下跌 所以他经纪公司老板就 不行再这样 一定要止血 十二天内迅速发表离婚声明 那这个先生呢 也同意离婚 小孩的监护权给他 那就是有这些八卦的周刊 就报导说 为什么这一次广莫顺 愿意回归自己的名字 来跟广莫梁子离婚 前面两次一定他也觉得 戴绿帽戴得不是很开心 但广莫梁子也许也不愿意拿钱 但这一次是广莫梁子听说 付出巨额的赡养费 来获得自由身 他这十三年有人统计 其实不是只有出轨三次 他大大小小加一加 还有人讲说六十次 这六十次 当然不一定是跟 这是时间管理者 听我说听我说 当然不一定是不同的人 可能是前面的两个 加起来有六十次 有人统计这样子 但是这个没有被证实 所以他也真的很 很需要被爱 当然当然 而且他不是第一次婚姻吗 前面还有过婚姻 好像两次 这是他第三次婚姻 所以一个女人 他到这个年纪来 这么渴望爱情 所以他赚的钱很多 我可以决定我要什么 那当然我讲说 这整个海内外 包括中国全球有二十三对 那我们讲台湾的好了 我刚刚一开始讲 许若轩因为他比较接近 那许若轩离婚 其实坦白讲 对我们圈内的记者来讲 都不会觉得很震惊 因为就已经耳闻很久了 你想想看一个女星 她嫁入豪门 还要出来在抛头露脸的工作 她当时嫁进去 是为了生她那个宝宝 那个Q宝 她是躺在床上 打了多少针 结果应该是集三千宠爱的 结果小孩生出来没多久 老公家里财务出问题 她要开始出来拍电影 拍广告还要当制片 那你想想看 就是分隔两地 我觉得这感情不会有问题 那才有鬼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知道 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不会觉得太意外 那其他的 真的近一点的 那个依依 双胞胎的依依 也来过我们节目 她也是宣布离婚 但她就是说 我跟我先生是很平和的离婚 那这平和 我们当然就希望 这是一个典范 因为大家都不要互相攻击 对 但我们看到互相攻击的 就是Makio跟她的老公 还有甜甜跟她的老公 这两对就是一样的状况 老婆都觉得说 婚后老公是变一个人了 变得懒惰 不工作 然后这个好吃很多 全部都要靠我 有没有 所以今年我觉得是一个 就离婚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台湾的离婚率 是全球第一 所以演艺圈这么多人 离婚我们也不用感觉到奇怪 所以明年的离婚率 会比今年还要高吗 我觉得会 应该越来越流行 越来越高 越来越觉得没什么 对 因为这么多人都离婚 而且离完婚之后的 下一春更好 好像也没差 对 好像也没差 只要不要赔太多钱 以前是离婚了 就是一个标签 不得了 婚姻失败 对 怎么样不行 很惨 现在没有 现在还好 越结越好 现在你重生 可以再重新开始 对 好莱坞很多队是这样子的 就离了婚之后 还跟旧爱重逢再结婚 对 有没有 你说珍妮佛罗培兹跟那个 跟那个谁 班 班艾佛列克 不是又是这样子吗 是 今晚 你有空来开放吗